OK 哈喽 意想年代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在今天的主题直播呢 我们来请到的是人气设计师Daniel Wong 我们再一次跟大家问好吧 哈喽 我是Daniel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到的地方呢 是Daniel的这个旗舰空间了 我们先来逛一下 因为呢在他的旗舰空间 有看到他非常多的设计 因为他不只设计服装 不只设计印花 还有设计很多的家具 好 我们就先来参观一下 好了 Daniel其实一进来 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这个 我刚刚指鹿为马 我说他是马 其实他是鹿 Daniel来介绍一下 对啊 这个是我们的 因为我们之前有没有一个活动 对啊 所以我们就把 这个是取成一个撞击艺术 对啊 所以它里面只是鹿 但是我们把我们的图案 再用这个丝巾去把它绕起来 对啊 所以看起来会 颜色会比较奔奔的感觉 对 然后另外呢 来看一下我们脚上踩的这块地毯 这也是Daniel你自己设计的 对啊 我很 特别喜欢这个地毯 这只马是在我们品牌上 蛮有代表性的 是我们品牌第一只的其中一个 原始的一个图案 你喜欢马吗 我很喜欢马的 你不会是鼠马吧 我没有 对啊 所以我们对啊 我们只把这个马给变成 这个超地大的一块地毯 对啊 所以这是你首绘之后呢 然后再把它整个设计设计出来 然后制作成地毯 对 好啦 我觉得非常棒的呢 还有很漂亮的 这个沙发是你自己设计的吗 对 我们这个 所以我们空间 我们希望是可以把我们的 print 的 IP 去利用在不同的地方 所以看到有地毯啊 当然我们的衣服 我们有不同的家具在这边的 我今来还非常喜欢这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这也是Daniel 的创作 所以你也变成陶艺家了吗 没有 这个是一个 我们这个干颜店开的时候 我们有十个单品的一个物品的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的 是一个陶艺的 所以是我在杨明山跟一个师傅在 跟他一起在创作这样子 对 你上面画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很多有的没的 就是我们品牌里面的一些元素啊 跟有一些字眼是关于探索啊 啊 探索 对啊 单纪然的一个部分 还有你的精神就是wild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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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wild 对 我觉得他让陶艺 我觉得之前陶艺给我的感觉 会比较好像传统一点 但是你因为你的这个创作 你的图画 让这个陶艺变得很荡单 像一件艺术品 谢谢 对 这个老师也不知道我们要 搞什么这样子的 我刚才说我想这样子做 他说真的吗 他满意吗 他满意 但是他没有想到 会有人想要这样子去画东西 对 所以他做完之后 他觉得 哇 我很满意 也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 对 好 那我们继续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非常漂亮的Shafa 也是Daniel的创作 对不对 对 我们来看一下 对 所以我们有一个 这个 两个椅子 还有单级 当然我们也有很多的 这个包子 对啊 这些石的包子 就是在 就是用我们品牌的元素 对 来创作 还有旁边的灯饰也是Daniel的 对 这个也是我们的 这个星星 星星灯 对啊 也是我们的 这是 星星灯太可爱了吧 它是象征什么样的概念意涵的 它这个是从我们第二季的 设计的时候 我们第二季的有一个 Fracture叫星期纪律 对啊 所以这个collection都是 全部是关于天空啊 星星啊 地球啊 然后眼泪怎么看着天空去导航自己 这样子的啊 所以这次很多新鲜的东西 对啊 所以这一次是用这个用 当成一个核心的概念 我觉得Daniel真的是想象力非常的丰富 当然Daniel想象力丰富也是源自于他的成长背景 其实Daniel是香港人 但是你从小又住在加拿大跟苏格兰 对 我小时候住在苏格兰的 因为我在这边是在机器学校的 是一个很严谨的很传统的学校的 然后在国外 因为也曾经是这个Versage的首席印画设计师 然后你也曾经跟Lady Gaga一起合作 我们来聊一下你跟Lady Gaga合作的部分好了 你是帮她的那个MV设计鞋子对不对 鞋子是在我在McQueen的时候 对啊 所以McQueen的时候在伦敦 然后在伦敦办去意大利做的硕士 然后在这边工作 在Versage工作在意大利 所以这一季我们比较特别的是 因为Lady Gaga合作了Versage 在我们这个品牌 当成她的成球演唱会的一个帮她设计部分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老板的Versage老板就觉得说 很想要因为Versage图案也很有名 她想要用Versage图案去做一个特殊的给Lady Gaga 这样子的 所以我的工作就是要把这个图案设计做出来这样子的 所以但时间真的很急的 所以我一直在干这个图案出来 最后我觉得大家都很满意的 Lady Gaga也很喜欢 所以基本上这个 Daniel跟Lady Gaga合作过算是 算两次了 最少两次了 最少两次了 因为在公司里面也很常会 夜夜合作到不同 所以你觉得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跟她合作的经验 她来我们的 她来我们公司的 她也很酷很nice一个人 对对对她来 因为我们老板请她吃饭 所以她来公司参观 这样子的 蛮酷的 所以那个合作经验也蛮愉快的 但她有什么小癖好吗 小嗜好 没有她是蛮宽乐的一个人 对啊她们是这种她很开心 很开心 对对对 蛮幽默的 所以你对她的感觉就是她是一个 幽默有趣很快乐的人 很好的 甚至比较幸运 因为之前都在国外的品牌 所以跟蛮多艺人在工作 有一起合作过 然后都蛮好的 对她们都蛮nice 可能想说设计师要对她好一点 才会帮我的衣服做漂亮一点 好我乱说的 好那当然今天非常重要的就是 我们要来开箱看Daniel的设计咯 来瑞要帮我们把东西拿过来了 好啦开箱最新的设计 这一次设计的主题是绽放对不对 绽放什么东西呢 这一次我们绽放是比较特别的是 我们是 的想法是把台湾全部的大晶原的元素 全部绽放出来 那我们就先来看一下 会绽放出什么东西 先来看什么 先来看这个好了 这是什么 看一下是什么 这是 哇是一件很漂亮的洋装 是吗是洋装吗 是一个 一个上衣 长的 是上衣的 它是一个很像上衣裙 然后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腰带 这个print的上面 它主要的图案是什么 它是很多不同的这个 很像探索它用到的呆子 这个意念 所以紧扣着这个服装的感觉 所以紧扣着这个服装的感觉 所以它很舒服 那上面的图案 这个其实是我们上一次的这个print 从我们爱丁堡区库上去的出来的一个图案 它是一匹马吗 看到了吗 它是一匹马 看到了吗 它是一匹马 很多不同的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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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不同的人会来找寻它喜欢的颜色跟图案 适合它的图案 适合它的图案 其实像一般人或许衣服不敢穿的太滑脚 但是死巾大家就敢 一个单品的去就使用这样子的 也蛮好的 好 我们再来开箱 开什么 好了 开这一箱好了 好 这个也是我们品牌算是 看起来是鞋子了 是一双鞋子 这个鞋子是我们品牌也算是蛮重要 跟主打的一个单品 主打的商品 因为它是一双这个平底鞋 现在大部分的人都喜欢穿的休闲一点 但是它我觉得 它跟别人的这个平底鞋蛮不一样的是 第一它是圈皮 所以它里面全部都是羊皮 你看全部这个羊皮 因为皮本来有毛细空 所以你可能不用穿袜子穿它 它是有透气的功能 所以它很舒服的 第二个事情是它的垫子 很软是不是 它只是很弹的 好有弹性的 真的很舒服的 所以缺了2-1的选择 很多客人会觉得它这个功能性 然后觉得它很舒服 对啊 所以也很多人会回来找这个鞋子 对啊 我有朋友有同一个双鞋子穿上来 四五双 对啊 有一个男生朋友 同一款鞋子四五双 还不是不同颜色喔 那就是同一个颜色 同一个颜色四五双 对啊 因为它是很 觉得很好搭 所以它是每一天都穿穿穿穿穿穿穿 然后它就怕 它穿坏了怎么办 对啊 然后它就买同一双 然后它就怕这个怎么样 然后就买了 这时候 代表很好搭 对不对 我来介绍一下它的花色 对啊 这个是这个 它是蓝花 蓝花 蓝花 所以Janeo真的会大量运用台湾的元素 很有一些这个棍虫 你看 这是独角 独角虫吗 对啊 对啊 所以有很多一些小东西会在里面 这样子的 就好像穿上它也穿上台湾精神 但是是用比较稠的方式穿上台湾精神 对啊 可以坐高一点吗 坐高一点 对 可以啊 我有这个需求 坐高一点 好 这是我们的鞋子 那我们继续要开什么箱呢 那我们再来 去 这个 特别的这个 对 哇 很漂亮的包包 对啊 所以它是一个鱷鱼皮的包包 对啊 所以 你设计的部分是在 我们都是哦 我们设计的 它图案啊 对啊 这些对啊 这个袋子也是 对啊 也是台湾很有名的蝴蝶 对啊 对啊 它 这是织出来的 对啊 所以这个袋子 对啊 那里面也是皮 但是它这个很舒服的 我来打开看一下吧 对 它上面这边也都是印花 对啊 这个是一个 嗯 这个是帆布 对啊 那它就是有一个很像非洲的一个图案 对 对 那像你自己这么爱印花 那你怎么看极简峰 极简峰啊 我也喜欢啊 也喜欢啊 对啊 我觉得 嗯 我觉得每一个人可能 嗯 都有不同的时间 就有不同的搭配 对啊 所以就每一个人可能也会有自见的时候 对啊 但是我觉得每一个人也会狂野的时候 对啊 其实每一个人都很多面向 对啊 有时候今天的心情就是喜欢火魄 有时候缤纷一点 有时候就喜欢简单一点 对啊 但是我是觉得说我们的品牌希望说 嗯 嗯 不同的人需要旷野的时候 我们就是他们的选择这样子的 嗯 好 那我们继续把这个看完 要 它这个有几个内袋啊 它是它的包包的 包子的 它有一个拉链 拉链 拉链 它里面有一个内袋 一个内袋 然后这里面其实 我觉得大小很刚好 有有有有 因为你可以放一个小小化妆包 然后你可以放手机 钱包 对对对 然后你甚至可以放一个太阳眼镜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包包太小 其实放不了什么东西 对啊 这个算刚好的 这个应该蛮好 蛮好用的 大小很刚好 对对 那它是要尖杯的 对 鞋杯样子的 也可以的 对 这一次秀里面也在 我们的model里面有 有称出来 有称出来 然后我们刚刚看到非常多 这个新品的开箱 大家是不是对这个Daniel的设计 有更多一层认识了 当然大家也很好奇的 就是Daniel你自己的创作 创业录 其实Daniel Wong这个品牌也算蛮新的 你说到现在才 我们现在是五年 五年 所以你自己一路走来 你觉得呢 你觉得这个 时尚这个创业这条路干苦是什么 就是说它 辛苦的地方在哪里 快乐的地方在哪里 我觉得对我来讲 本来服装产业是一个蛮tough的一个business 蛮难的 因为我是从很早之前都是做这个产业 所以我蛮知道这个路是会很困难的 但是当然我觉得开心的部分是对我来讲 这个不是一个工作 他这是一个很像我原生的其中一部分 我觉得创作对我来讲 不是很像我去找灵感 对我来讲不是一个工作 很简单 对对对对 我不会觉得说很辛苦 做这个事情 但是除了创作 你还是必须负的一部分责任 就是你必须要去经营这个品牌 对对对对 所以你自己的策略是什么呢 你自己的方向 然后我觉得我们有很多确略 我觉得第一个事情是 我觉得对自己的品牌的核心价值要很明确 对对对 然后要把自己的路的铺层要目的要很清楚对 所以很像我觉得我们的品牌 当然我们都是图案蛮多的 然后画样蛮多的 它就变成一个蛮 不是每一个人会喜欢这个 我觉得本来品牌需要 这是一个很明确的细节 所以我觉得当然 它图案的辨识度 现在我觉得很多人都觉得说 这个品牌的影画是很有名 或我们的影画是我们的强项 但我们都想要怎样 对对对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我觉得 我们除了做衣服之外 我觉得想把我们的这个图案的IP 要建立好对对 所以因为我们今年有100个图案对 像你看图案真的很多 包括我们这个老鹰对不对 对对对 然后还有星球的图案 蝴蝶图案 还有像我后面 后方这个都是 Jenry Wang自己的图案 所以你说你的很重要的一个策略 跟其他设计师不同的 就是说你是把你的这个IP形象 是要做得很稳 对对对对 然后透过这样子 我也可以跟很多不同的公司 跟品牌组合作 可以跨领域 然后他们觉得说 因为Print这个事情 突然对有的是 我们共事的厂项 所以他只会觉得说 有个很明确的东西 想要跟我们去做合作 这样子都 所以这是你的两个策略 给大家参考 至少你要知道自己明确的定位是什么 然后知道自己的奖励 本来就是要 fashion的一个事业 就是要一直往前进 所以一直要创作很漂亮 特殊的产品 去给每一个人去分享 那你会想要给 想要投入这个 时尚界设计界 fashion界的朋友 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 不怕就是来一起去创作 因为我觉得 创作这个行业 我觉得是可能一辈子都不会给取代的 因为我觉得需要人里面的一个 可能想法 然后个性 所以每个人也不一样 但是是辛苦 但是我觉得 满足感会很大 对 真的 成就感会很大 会很大 真的 所以不是只有我 我觉得是我们全部的团队 对 然后 我刚看到他们 很多的 可能干比赛 来我们这边工作 然后做到他 真正爱做的事情 我觉得 有这个地方 去给很多人再参与 所以我觉得 我是蛮开心的 所以希望 今天我们分享到了 包括有Daniel最新的设计 当然还有Daniel 他对于创作的想法 以及他做这个创作 上面的这个方向 那给大家参考 那也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直播 我们今天直播 时间都到这里结束了 我们去跟大家拜拜吧 拜拜 谢谢 拜拜 拜拜